烤榴莲的过程可以说是让很多讨厌榴莲的人都想吐的 由于在高温下榴莲散发的味道更加浓厚 是不少人都受不了的 一般烤榴莲差不多烤到榴莲的外壳发黑 还会裂开出来就已经是烤好了的榴莲 而里面的肉吃起来更像是汁血糕一样软 特别好吃 虽然说这样特别奇葩 但是喜欢吃榴莲的人尝试到了这种烤榴莲是别有一番体验 味道特别香浓还特别有口感 一点不比普通榴莲差